因此,自古以来,初学的人不能离开老师啊 就像婴儿,不能离开慈母啊 母亲带小孩为什么要带个三四年呢 三四年不能离开身边,她太小了,不懂事了 时时刻刻有危险,有生命的危险啊 必须细心照顾啊,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眼睛啊 我们初学佛华这个状况就跟婴儿一样 时时刻刻会被那个妖魔鬼怪誘入邪道 不知不觉,这很可怕 所以一定要依靠善知识 古时候也许同学们有听说过 学佛五年学戒 这个五年学戒的意思就是,初五年不可以离开老师 一步都不能离开 一步都不能离开 因为我们初学没有真知真心 很容易受外面的诱惑 五年不能离开老师 所以那个五年学戒不是戒律 所以那个五年学戒不是戒律 是老师的交戒 现在学佛难了 难在什么地方?没有老师 没有上知识 为什么没有老师呢? 因为我们没有学生 我学生很多啊,我们都想学啊 你是嘴巴上想去啊 你心里不想去啊 这是这一个时代的众生佛报比不上过去 我出到台湾,民国三十八年 我四十二年接触佛法 还想很幸运 还沾到一点边边上啊 大概我以后这个边就没有了 越立越远啊